大家青年快樂 今天是2018年的元月1號 今天我們要介紹我們身後的八重鷹 今年的八重鷹 我應該不是說今年 我從2017年10月開始 我就開始使用開花肥 那我想要測試說 使用開花肥跟沒有使用開花肥 看開花花量如何 目前我們現在看到現在後面身後的八重鷹 那個枝條 看起來是蠻茂密的 就差看到不知道花量如何 那我今年 去年2017年的時候 我有使用開花肥從10月開始 每個禮拜我就灌開花肥一次 那現在到了2018年 他估計要在農曆年前後 他才會開花 等他開花的時候我們再來拍影片 看看他花量如何 那今天我們影片先介紹到這邊 謝謝收看